69 中國時報 解否台評分84 A 片現場不聽每段戲設定非常精準 讓觀眾不止是酒馬看花、獵奇適地規探 A 片產業而議 2015年7月26日達人看電影 X17室關節真任電影公司行銷公關 藝文劇場廣播及電影線記者 致力關心影音產業 片名取為A 片現場不聽 Make Room 想必是與當年三谷行起 1997年的荒謬喜劇心情直播不聽有著致敬之意 除了片形相仿 喜劇俗心接近 中文片名取得頗有喜感 因爲這是一部M年年 狀況百出的故事 而日文片名為化妝室 英文島成了Make Room 依指拿出空間來 整部戲故事就是發生在一個化妝室 A 片團隊為了拍視至需還得者化妝室拍視 但一場景依然很有戲 既然故事只有一個場景 那麽就非常考驗編導深川歸的屌刀能力 事實上 在A 片工業服務超過二十年的深川歸光 是把拍片發生的狗屁到造集合起來 就已經成為讓人哭笑不得的上聖喜劇 從一開始化妝師蔡型V女優 當成自己素未謀面的新化妝助理 沒想妝的女優加上片人的照片已成為第一環爆笑 這個產業確實很多女優化妝前後落他頗大 剛好電影選來兩個落差更大的 而且還往往一個細節不對 步步錯全都錯 這兩位長得比較抱歉的女優讓整部戲的前菜熱鬧慢分 接下來的主菜更是離譜慢分 主角女優遲到又有個性 傻大派的背後居然也有幾分令人同情的理由 回鍋女優改了名字 原來有人拍A 片不止是為了賺錢 更為了享受趁機解放快感 新人女優好傻好天真 對色情產業一竅不通到令人回疑 結果欲看開笑後甚至也產生自信光輝 這到底是扮豬吃老虎還是小女轉女人? 女優之路有人落在其中故事點出拍戲過程的場景調換 與現場混亂失聚 各種無法預期的怪事 就連導演自己也未必清頭 拍攝時對待男女大不同 只在乎人家有沒有跟他打招呼說再見 工作人員要見不一時也無法協調好 還得靠資深人員幫康才能解決其見 A 片現場不僅是一出情色產業的整體縮影 從女優的角度看者們工業艱辛與殘酷之處 儘管化妝師還是要幫條件知識差的女優鼓勵打氣 個人單體女優與企劃為主的串場女優之間的等級差距 到底為何而脫、為何而造 明知道肉體的犧牲卻還是今之餘兒 其實有人落在其中 並非如同外人想像指示缺淺想順速撈一筆疑 情色市場至有其專業每個產業都有其專業之處 別小看情色市場的專業度 即便這個領域看起來似乎不值得外界觀賞尊敬的專業光環 比如說有幾個人會去熟悔A片劇情對白 導演努力寫腳本與拍攝場景 最後還不時亂七八糟改來改去 就算這樣,那還要不要把劇本已好 深穿歸可以讓單一場景如此有戲 非常不簡單,完全符合古典三一律風格 指示這個單一場景也揚春了 但因為每段戲設定非常精準 使得觀眾捧覆大笑之餘 也並不會指示走馬漢花、獵奇適地規探A片產業而移 你更了解細節環環相購 影片成敗關鍵角色可能是某個幕後工作人員 此外,即便A片是大量複製的公式化作品 滿足紅星賀爾蒙噴射功能性 這是片廠外的市場需求 片廠內人們信仰者到坦誠以對的赤裸氣味 這才是一種神相線素引發群體凝聚力的快感 無法取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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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